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保险呢 它跟你住的区域不同 邮政编码不同 它那个保险率不同 跟这个地区的犯罪率啊 交通事故 住房情况 人居住状况都相关 所以好的区域呢 安全区域呢 没那么高 坏的区域呢 不好的区域呢 它就保险费高 所以人们在保险费总觉得是不得不用 但是又浪费钱骑车保险 很多人动心思 很多人动心思 大陆人在这方面动心思的人可多了 然后那个大陆人英文不好吗 他就找那中国人做那个agent的 做代理的 那反正大家都为了弄钱 钻钱上这点 那大陆人有一套算一套 出车祸了 保险公司不给赔 原因就其中有一条就给列出来 说个简单道理吧 你比如说在A地址 那他这个车一个月可能200块 到B地址 那这个车呢 可能就只有80块 好了 他在B地址这儿有个朋友 对不对 而他车 他自己住在A地址 就以朋友的这个地址为他的地址 挂保险了 保险费下来了吧 一个月省120块钱 没错吧 刮车撞毁了 保险公司一查 你欺骗保险公司 一分钱都不赔 偷奸耍华 太多了 太多了 对吧 做agent 买房子的 干什么的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能不能偷奸的地方 他全偷 只要能 我少花钱就行 没跟你说吧 大陆人谁都不信谁的 可是竟是骗的和被骗的 那才邪了门了 人的愚蠢就在于人的聪明 人的愚蠢就强调手心是手 手背不是手 因为干什么都是手心 手背他窝不过来 不管用 所以他根本就忽视手背 说的手全是手心 最有病的地方 他就没想过 没有手背哪来的手心 这种相生相克的道理 尽在其中 而人们也疯了 现在确实人也疯了 怎么疯都有 我们看最新的一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的 朝鲜人说话了 向日本试射导弹太平洋上军事行动的第一步 那这颗导弹相当成功 朝中射说 星期二发射这枚导弹是火星12型 导弹飞越日本北海道 坠入北太平洋水域 引起了这个日本的强烈不满 金正恩在指导发射过程中 再次重申对美署关岛的威胁 并称该岛为美国对朝侵略的前哨基地 安理会星期二晚上开会 一直谴责了这样的行动 那安理会发表声明说 再次试射导弹令人发指 呼吁朝鲜 要求朝鲜政权停止一切试射 但这份声明并没有进一步对朝鲜进行制裁 金正恩干在这时间点上 应在了川普去休斯顿 也不是休斯顿去视察德克萨斯的灾难 世纪性灾难 在川普根本没办法回身去应对他的时候 那后院出事了嘛 对不对 没办法应对他的时候 他就干一把 我打你关岛 真能欺负人 对吧 真能欺负人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东西呢 确实他的导弹技术 应该说很长足的进步 这是事实 所以有一种说法 实际他是透过 他是透过这个 应该叫黑社会也好 地下也好 他从乌克兰拿到了一些东西 那他有人 他只是那些技术不行 当他的技术得到补偿的时候 那些专家在这种技术之下 他立刻能够知道怎么办 那都是现成的东西 乌克兰原来是苏联的非常 是苏联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军事的所在地区 那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应该讲他是很成功了 所以金正恩是很欺负人了 但他到底要什么 他这么干 到底要什么 他不可能打美国 对吧 所以他在以独裁的方式 以把美国当成 美国 中国当成假想的敌人 来进行长足的这个军事发展 来凝聚整个社会的中间力量 同时在社会中间力量本身上 在国内上 他搞经济改革 发展经济 让那些人 让人们得到好处 那当得到 换句话说吧 换句话说吧 把猪的 猪圈的内墙呢 翻新了 猪食呢 得到改善了 对吧 得到改善了 然后猪食没有 猪食吃了猪的食 没问题 那一部分猪吃的东西更好 那个猪食大便就会更好 那另外的猪在吃这些人的分 这些猪的分辨 它也是一种食指性的提高 但是当他把墙砌得很好的时候说 墙外的狼很凶猛 但是伟大的领袖把墙砌高了 我以为是有这个成分在里头 因为病情的 我看过不同的西方媒体 都在报道金正恩的这几年 在国内 在他的朝鲜国内 以平壤为中心 有着相当的经济发展 所以我以为这里面包含这个含义了 所以他就会促成作为海外的力量来讲 美国人也好 日本也好 韩国也好 你将怎么面对这种威胁 所以把威胁外国人当成他凝聚民族力量的基础 共产党那一套 你说怎么办 纽约时报在报道时说 朝鲜最新的导弹试验展示了他现在的实力 没错 上台六年 金正恩已经干过了八十多次导弹试验 那这些导弹全都坠入到附近水溢 因为射程有限 或者说发射的技术角度有问题 但是星际二 朝鲜不再克制 以正常角度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 导弹飞越日本北海道上空 坠入两千七百公里外的西太平洋 金正恩这么做可能是想表明 他能够击中遥远的目标 这是金正恩首次对他威胁 要用来袭击美国关岛的那种导弹 进行了更为现实的试验 这是真的 在报道中这个提法非常要明 就是正常角度 也就变成了最新试射的导弹 是以实战的概念作为试验的 成功了 日本人并没有以实战的概念去防御他 美国人也没有 在安理会的紧急会议本身上 并没有对朝鲜做出如何如何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绝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美国之音的采访分析的一篇文章说 朝鲜导弹试射会导致美中关系真的恶化 欧亚集团的主席叫做布雷默说 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拖延之后 我认为今年秋天 美中关系会出现真正的恶化 他说在他认为 国防部长马迪斯 以及他川普身边的其他将军 不会建议他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因此在近期 川普最明显的选项 就是向中国施压 这也是他本来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朝鲜不听管 朝鲜又把美国当成敌人 那按照这个分析的说法 作为美国人本身 今天的麻烦 在国内川普遇到的麻烦 不能支持他 再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那他只能用另外的办法 向朝鲜施压 而施压的客观结果 将促成美中之间的关系恶化 我相信这是单一的 在单一的一件事情上的这种表达 而真正的概念呢 这里面还取决于中国本身内部的变化 而中国本身内部的变化 我相信在四月六号七号 习近平跟川普之间的对话中 私人对话中 他们两个人独自长谈了三个多小时 私人的对话中 有着一种交底的概念 所以这是一个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单方面的看法 那同时BBC登了另外一篇文章提到说 英国首相呼吁中国能够遏制朝鲜的导弹野心 卫报报道 英国首相在前往日本京都的飞机上 与记者见面 他反复强调说 英国依然把重心放在国际间 意在限制平壤导弹计划的联合行动 朝鲜的邻国和时不时的盟友 中国应该做着更多的事情 来协助国际社会 在向朝鲜施压问题上 中国的作用非常关键 我曾经跟习近平主席说过 跟其他人也谈到过 我们认为中国可以发挥作用 我们将敦促中国尽一切可能向朝鲜施压 停止导弹计划 这是他在特定的一个环境 因为他去出访日本 那谈到了朝鲜问题 那他都这些都表明今天 作为国际社会来讲 他还是不准备对朝鲜动 起码他有顾虑 那不跟朝鲜动物 只能寄希望于习近平 而习近平最大的敌人 最大的麻烦在国内 他也不希望朝鲜动物 就这么着 所以朝鲜在这个空档上 出现了一个机会 所以在我眼睛里 而这个机会呢 却放在了一个疯子身上 你可以管他叫疯子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